马来西亚COVID-19疫情 从6月30号开始平稳下来 却在9月20号开始爆发第三波疫情 多个中暑和地区 如沙巴 吉隆坡 雪兰娥和布特拉在野 再度实施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以控制疫情满年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 槟榔与二条路斗母宫 往年的农历9月前一天 都会步行到海边 进行迎接九皇爷仪式 而近年受到疫情影响 改为在庙宇内进行 这四万一路路来 九天十三 九皇爷仪式 疫情当下 信众进入庙宇击败九皇爷 必须遵守防疫措施 如穿戴口罩 测量体温 洗手消毒和保持社交距离 一些担心安全的信众 只要注意特定礼节 也可以选担在家里 自行击败九皇爷 马来西亚的九皇信仰 源自于中国的北斗信仰 古人根据北斗心的位置 和运转方向来观测 时间 方向和天气 无论是在家 或是前往庙宇击败九皇爷 王称发教授认为 最重要的是九皇旦期间 信众务必持栽戒 不管道教 佛教的经典 都在强调 人要与自然合一 人如果不能与大自然合一 就会社会不平衡 人也容易自己生病 然后家庭也会混乱 这个时间我们强的是持栽戒 重点就是家庭的照顾 大自然的合一 不杀身 你去传染病菌了 你在杀身是对着我们来杀身的 所以你在家里还是可以做的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而且更应该做 在COVID-19疫情下的 九皇爷诞辰庆典中 信众祈求平安的同时 也要遵守政府规定的 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相信一定会迎来 战胜疫情的那一天 大爱新闻 蔡迪根 李嘉宁 马来西亚 槟城采访报导